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震的大型地震频繁是不是跟海平面的升高或者全球的变迁有关呢 那个答案就请他现在来帮我们揭晓 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海洋上面的水增加 增加那么多的重量 路上又减少那么多的重量 所以这交界处就是海洋板块跟大陆板块交界处 发生了结构性的这种物理条件的改变 那这个条件改变就容易引发各种大地震 所以就过去数十年来 全球的大型地震的次数跟强度都在飙升 那这已经是观测到的事实了 那我们观测的理由是因为台湾就在这个破裂带上面 那从日本一路以南下到流州群岛到台湾到菲律宾 就是这个重大的板块交界的地方 不能不注意 不可以掉以轻心 大地震的发生 甚至海啸攻击我们的可能性是绝对在的 而且可能不会很久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面对的 要找出硬硬的方法 做出像台风一样的 我们能够避灾降低最多的灾害 假设我们有更多的被海啸袭击的机会的话 那像你们的那个学校海洋大学 那我以前的学校中山大学都在海边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一次311大海啸的发生 我正在课堂上被校长叫去 说海啸可能就要到达 海洋大学是经历了一次真真实实的 真枪实弹的作战 绝对不停演习 我们非常紧张 只有两个多小时的应变时间 所以如何的疏散全校的师生 车辆通通移开 然后我们还要做更多其他的一些反应 让我们的灾害降到最低 那一次做完了之后 学校有很多的检讨 包括全台湾民众还在关切 日本来的这些水 可能不可能有辐射 我们能不能吃那些鱼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反应 甚至我还为学校 有没有把所有学校的行政体系 通通架在云端上面 好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可是在那一天非常紧张面对 所以我是建议海洋大学 一定要列出所有我们应应的 一些标准作业流程 这些做好了以后 我们也可以提供台湾沿海 所有学校各级学校的参考 大家看看到那个时候 有进程中程跟长程的可能性 我们怎么反应是最佳的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刚才我们提到地球已经暖化了 海洋也变迁了 有诸多的问题 都是我们人类要去面对的 这种知识是全球各种角落 各种知识角度通通通可以切入来帮忙的事情 当然海洋科技也要负担一些责任 所以在海洋科技里面我们想了很多方法 科技的意思就是科学跟工程技术 那科学的角色主要是在从科学上面去看 看它发生什么事情 那工程技术它们的方式就是 如何用我们懂得的各种方法去改善 甚至去变得更好的一些什么发明 跟物品的设计 来让我们因为用海洋 或者面对海洋来的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害 能够保护我们地球上 我们自己台湾的这种生命台产 人民的生命台产 那么在海洋大学里面 我们开了这一门课 叫做面对地球暖化的海洋科技 这个意思就是从海洋大学那么多科系 分别请不同的人来 从他们知识角度里面来研判 说他们做了什么事 以及我们将可能做什么事 地球暖化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人类危机 可是历史以来我们都知道 危机其实就是会有转机 这个转机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一次不是这样 所以必须要靠我们人的聪明才智 去想办法扭转它 那因为是一个转机 所以倒过来就可以变成是年轻人新的商机了 这商机为不是做生意啊 任何的事业发展都叫做商机 所以我们希望让学生脑袋里面 能够装上这件事情 不要只看到说有地球暖化的这种悲惨要来 所以呢就躲起来了 躲这个叫避灾 这叫调试 我们是需要做的 但是我们每次在做调试的时候 必然会有新的动作会出来 那些就是靠我们的知识上是如何突破 所以这门客开出来 从各种不同角度 比如说造船 船只在海上开 过去是烧煤的 烧油的都会冒烟 这些事情如何让它烧的更少 或者烧的更有效率 甚至包括在推动船只前进的时候 还用上了风呢 帮忙来一起降低我们所需要的燃料 或者在航线上面做改变 甚至包括卫星给我们最佳的观察条件 让我们告诉船只说 你怎么开船 会得到最高的效率 因此就耗油少 这些通通都是一些技术可以做的事情 另外当然还有比如说 气候变迁产生的海岸上的各种灾难 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海岸 保护我们岸边的人民 保护我们岸边的船只 跟各种事业 养殖业 渔船等等 都在我们要考虑的事情里面 所以从海洋的各种科技角度 来看怎么样面对地球软化 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这就是在门课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那当然交出去以后 希望学生听到这些知识 那就在他自己所学的专业课程里面 去做各种各样具有创意的新的开发 等于是给学生找了很多的未来 所以我们不见得在地球软化 看起来是一片悲安 一片悲观的这种愿景 其实也有可能是我们一个 大的人类的新技术上的突破 那这个里面牵涉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能源 因为我们地球上人口多 越来越多 是软化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那因此能源 显然是我们要考虑的 如何得到最佳的能源状况 不要再有各种恶劣的二氧化碳 产生的软化的事情 那这个里面的 其中海洋上提供的这种绿色人员 不外乎就是海洋动态的三样基本东西 那一个就是海流 波浪 跟潮汐 那潮汐发电已经都有半个世纪了 科技界早就知道如何利用 海湾地形的最高条件 把涨潮的水堵起来 堵的过程里面 上进来的水就已经发了一次电 等到堵到满潮在退潮的以后 退潮的水流又可以发一次电 那世界上已经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了 那最大规模的 可以拿来开发的 居然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上的杭州湾 杭州湾的后面有一条江叫做前塘江 前塘江最著名的这个世界景观 那就是前塘潮 如果说我们在前塘湾的湾口 那是个非常大的海湾 那湾口上面如果坐上了公式 把它挡住了 像一个海堤一样的 水流经过这个海堤下面的各个孔 里面就有发电的一些螺旋桨 那可以发电 那水进来了 涂满了 再给它放出去 那这是一个规模 大到它的发电量 比长江大坝还要大的发电量 但是不只是中国在犹豫 全世界的各方人士都在抗议 说拜托你们不要做这个东西 理由何在 因为这一个霸鱼做了以后 那个精彩的世界十大奇景之一的前塘潮 就没有了 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精彩的画面 好 那究竟我们是要我们的电还是要景观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面对的难题 鱼与熊掌怎么兼得 这非常困扰的事情 发电里面这是海流的部分 跟潮汐的部分 那潮汐推动出来的潮流 或者是大如我们黑潮 发出来的电量都够惊人的 黑潮非常巨大 它的发电量如果真的拿来全部抓来用的话 那十个长江都不止了 那问题是怎么抓 这种能源密度非常低的这种现象 这考验了我们的科技 什么叫能源密度 我们说火力可以发电 烧煤或者烧油都可以拿来发电 但是如果可以烧直 不是也可以发电吗 那烧直你用一块大块的这样一块煤 所烧出来的电 恐怕你要十辆卡车 用一大堆的旧报纸旧书籍 才烧得出同样的这种火力的发电来 所以我们就叫做纸张的能源密度太低了 因此就没有价值这样做 同样的洋流有这个问题 黑潮有100公里到200公里那么宽 它的厚度可以达到一公里那么厚的水滚滚而流 那个水的总量它的推动的动量是大到惊人的地步 问题是它撒开这么大的范围 要做什么东西可以放在水底下 可以把它的动能抓出来发电 就算你做了各种设计都有了 它如何面对台风 面对这种大型的灾难来 这些装备都会垮掉的 所以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跟经费 下去得到的电量重视是非常的大 可是被这个投入的资本一打散了以后 它又变成能源密度很低的一种可能性的现象 所以究竟这些值不值得发电都成为困扰 那还有一项是波浪 波浪水的上下震动 也可以启动一些动的一种方式 把这个能量抓下来 那世界上也有很多设计了 问题是它一坐下来 一大片的海域上面都布满了东西 那这个东西一游了以后 渔船不能动 商船不能动 这统统折损了其他的一些 一些我们可以有的一些经济条件 所以究竟这些海洋人员 是不是一定可以拿来用 目前全球都在做研究 研究完了以后 什么时候我们会动用 那就是当我们地表上 其他人员真的枯竭了 没有办法了 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用 其实有另外一样 让我们觉得非常矛盾 而冲击的是 那核能到底可不可以用 核能是所有能源里面 密度几乎是最大的一种 它在很小的空间 很小的发电的这个能量来源 就可以产生吓死人的能量 但是它的让我们产生的恐惧 又是我们大家难以面对的 一种交战 心灵的交战 好了 这个问题来了 究竟是在绿能的发展上 还是核能的发展上 我们必须做取舍 其实真正要解决的 不见得是说 电了我们要多少 而是我们要面对的就是 全球变迁了 地球软化了 那个灾难是已经迫在眉睫 而这个灾难 不要以为讲软化 就是空气里的事情 海洋里面的水已经改变了 水位的增高 海水的酸化 通通都是灾难 这些灾难之外 最没想到跟硬核的陆地 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连地震都是来自于地球软化 那个热或者是风或者是台风等等 产生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是点的攻击 攻到的地方那些点的损失 若干人性命会死亡掉 而这些还算是有限 可是如果一旦是地震 大家都知道地震的规模是惊人的 它杀是杀无赦的 而地震引出来的海啸 南亚海啸只有半天的时间 可以在印度洋的四周 杀掉了三十万人之多 那日本的海啸杀了三万多人 那只有日本啊 不是一大堆的国家在四周 可是引发出来的 居然是核电厂被攻击了 那核电厂究竟有没有办法做到安全 那以现在的科技来讲 各种改善的机制都有 我们要心里吊诡的是 核电到今天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全世界将近快要一千多的核能 半个世纪的发电量到发电到今天 伤亡的人口大概只有一百人 直接因为它的灾难 产生的是一百人的灾难 那这个菲律宾的海燕超级台风 一次攻击就死掉一万人 台风可以死那么多人 那地震更是惊人 这一连串的动作下来 是不是让我们要深思了 到底哪一种人员 是真的在历史记录上面 对我们人提供的这种利益是最多的 可是灾难相对的反而是少的 我们有恐惧哪一件事情没有恐惧呢 海洋我们拼命的在做研究 希望能够给大家安全 又很好又能量 又它的能量密度CNT 可是经济成效不小 如果能达到这个地步 我们当然愿意发展海洋的能源 那海洋能源目前最佳的是风 那就看风的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了 我们听完这个胡教授的这个刚才讲了一些说明以后 忽然觉得他是有点全球变迁的末代大师的感觉 但是他他在最后一分钟给了我们一条明路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风可以给予我们可能一个新的希望 那这个风跟海洋是怎么样的结合在一起 又给我们新的希望呢 原来他转了一圈 还是要回到他表现自己风流的本质 但是这个风和流要怎么样去结合起来 给我们新的能源的希望呢 我们还是请下一节我们的风流大师给我们揭晓谜理